是怎么样了 非常好啊 在上海读书 平常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去筛车啊 打唱啊 比斯理啊 上台好多地方 如果带孩子的话 我会建议 哇 秦佩老师的普通话好好 你看 水珠馆 他不会比香港的水珠馆差 嗯 他有个水到 去走 那水啊 就在上面 哇 你看那鲨鱼 这么游过去 张伯志在升降台上换装 换到一半突然被升起来 网友不像生了三个孩子的妈 张伯志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虽然已经生过三次孩子 但身材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张伯志从小的梦想 不是一个演员是一名歌手 虽然他的嗓音沙哑 但他的舞音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张伯志偶尔也会开一个演唱 感谢自己的粉丝 但是一次在演唱会上 他却出了洋相 让不少网友纷纷按下快门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众所周知 张伯志的感情问题和家庭的原因 一直被大家关注着 当年 张伯志给谢霆锋生了两个儿子后 在2012年两人选择离婚 离婚后的谢霆锋选择跟初恋王妃在一起 张伯志一直没有嫁人 一直围着孩子们转 还生下了第三胎小王子 三胎生父是谁一直是内娱的威胁之谜 不过据说他和三胎生父在生孩子前就分手了 可能他第三个小王子的生父是谁 也要成为娱乐圈的一大谜题了 不得不说 张伯志简直就是娱乐圈之中的话题女王 如今已经42岁的张伯志 美貌身材管理这方面 甩了妹与很多女明星一条街 即使生了三个孩子都没有走行 皮肤白嫩毛孔很细 有种吹弹可破的感觉 眉眼之间依然是当年拍摄心语心愿的状态 根本不像是生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 果然岁月从不败美人 在竞争惨烈的娱乐圈里 或许只是为了抢占出境率 在众人瞩目的聚光灯下 女明星们会因被自己十六群绊倒 或是走光路胸 来博得热度 张伯志也不例外 在一次演唱会上 一人为了达到舞台效果 需要在换场的时候快速换装 当时的张伯志站在升降台在舞台下换衣服 没想到只换到一般时升降台突然升起 这让张伯志没扣好的衣服不慎滑落 当时张伯志吓得花容丢失色 只能急忙遮挡 让观众大开眼界 即使张伯志当时选择把头低下 假装自己是在唱歌 并且立马让灯光师把灯关了 但是这一瞬间马上被观众拍下来了 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于是张伯志的经济公司站出来 愤怒表示 这完全就是污蔑 张伯志走光时的这图穿着外套和裙子 唯独里面的内搭脱掉了 这完全不符合正常人换衣服的顺序 照片肯定是恶意PS而成 这才制止了这一场风波 不过张伯志本人从来不在意这些事 一次在采访中直言 自己喜欢裸露 自己这个习惯从八岁就养成了 连弟弟都看过 接着还说 自己通常都在国外露 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自己 不用担心被偷拍 可以安心享受自由的氛围 张伯志接着说 曾经和一对外国夫妻在沙滩上赤裸相对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交谈也非常自然亲切 不得不说 张伯志早年间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 但也可能他的想法比较西方化 他也觉得这样确实没有所谓 这也就不奇怪张伯志与陈冠希那些大尺度的照片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